大家好,這次是野球radio 我是蝴蝶吃心果虹 我是尤佳 今天請來一個被棒球耽誤的選手 是我們台灣隊長2.0 對,因為這次國際賽 被推出隊長那一瞬間 我看到那個畫面我覺得太感人 的確需要一些年輕的 而且又這麼帥 我覺得他站出來跟大鼓翔平差不多帥 你怎麼這樣這麼侮辱他 我覺得大鼓翔平好帥 是是是,那我們來歡迎Namoyang 大家好,我是Namoyang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現在就是說尾味拳去年拿總冠軍 對於今年你還有什麼樣的一個期待 跟現狀來說好像還沒有把戰績推出來嗎 我自己是還在Standby的感覺 然後就是準備好自己讓教練來安排 就是怎麼安排這樣 因為畢竟今年的競爭力又加強很多 那球隊競爭性也非常高 就是比去年還要高 就是比去年還要高 所以大家的動力跟大家的鬥志也比較衝 對,然後因為去年又拿冠軍嘛 所以大家都會用放大鏡來看我們去年的缺點啊 然後今年打得怎麼樣又會不會放大 打好是很正常的 因為去年冠軍 但打不好就是 為什麼會打不好呢這樣 怎麼可能因為去年冠軍 怎麼可能會打不好這樣 這種感覺 其實以球迷的心態很正常啦 對啊,就是他們對你們回歸之後 然後在短短的時間拿到冠軍之後 期待值往上提升 往上拉 不希望你們再有什麼樣的一個不好的表現 就是一年要比一年進步嘛 那我們都是追求這個目標前進 當然每年一定會有進步 但就是看說到底誰的幅度比較大 誰進步的幅度比較大 有沒有旋接起來有沒有順利 有壓力嗎 其實壓力也蠻大的 就是加上競爭性嘛 第一點競爭性就讓我們覺得 喔壓力蠻大的 但我們還是蠻享受在其中 主要還是更多的對外界對我們的看 因為你剛剛講到競爭這個東西喔 競爭當然是你從進職棒之後 就會一直要面對的事情 那你可能不只跟其他球隊的人競爭 你可能要跟自己球隊的人競爭 一軍跟二軍競爭 你怎麼樣去看待競爭這件事情 我覺得競爭是一個自己成長 也可以促使對方成長的一個過程 競爭性也是會帶給自己一個動力 但有時候這些 如果你沒有咬住這個競爭的過程說 就會很容易垮掉這樣 所以那個也蠻難去拿捏的 就是真的是一個心臟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從應該是前年吧 就像我之前講 之前不太看中指啦 對有一陣子 但是剛才是我做頻道開始之後 開始慢慢再接觸中指的以後 你很引咎耶 不管是下雨停賽的時候呢 對就是其實你有投入你的比賽裡面 對包含在場上的表現 對於你說你壓力蠻大的 有點看不太出來 那是你紓壓 可能就是真的是一個紓壓的方式吧 因為講真的下雨天我們就一直在做垃圾 我們也不能因為一直在準備這樣 講真的其實下雨就是 反不一概就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起跳 我們也不可能這樣準備一個小時半個小時 當然我是會覺得說 我那時候會想到的就是球迷他們來看球 可是因為下雨停住了 他們又沒辦法跟我們互動 因為有些可能會 如果停賽的話可能會趁這個機會啊 然後可能去找球員簽名什麼的之類的 但是因為下雨就沒辦法靠近我們 但我當下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會覺得 那就展現一個不一樣的我們給他們看嘛 因為他們畢竟也是買票進來看球 然後但因為下雨看不到球的話 就至少可以看到其他更歡樂的東西 對我覺得這樣心態非常好耶 因為我們就看到不一樣的 當然就是說職棒的比賽過程中不會只有賽程 就是我的輸贏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你會特別準備嗎 有沒有特別準備 沒有他應該是已經 即興發揮 他的血液裡面應該都充滿了這樣的能量 從小的東西啊 所以他的確是被棒球耽誤的啊 欸我覺得他可能 他可能如果 差不多時間到了一個年紀 跟退役之後可以跟郭洪志一樣 對可能還要15年後 對啊對啊差不多啊 郭洪志現在很忙耶 哇我覺得他那個比較 他那個比較高規格 我可能就是去當個什麼駐唱歌手就好 這也是算謙虛啊 那如果講到剛剛等於說球隊的狀態跟戰績的部分 今年應該就是有一個郭炎文的加入嘛 那你的守備位置如果換到了游擊這邊 你會有沒有補失贏 你從以前到現在在內野的部分 你從一壘到三壘這個區塊 你都是可以都是可以防守的嗎 對我都可以防守 但因為國小 欸以前 其實我以前最最開始的位置是捕手 對那一直到國中之後才轉游擊 那一屆因為我國一進去 國三是 陳飛跟歐進 對 歐進是就是馬斯克斯 他守一壘 然後陳飛守游擊 那我其實那時候接到的消息是我要去守游擊 就是準備 陳飛我畢業之後 可能可以彌補這個位置這樣 教練就發現 欸好像 我也可以去守一壘這樣 因為歐進也要畢業了 那 我身材蠻高的 所以 以普遍的 以前的想法就可能 我說一壘要高一點 這樣比較好接球 比較好丟球 所以我就被安排到一壘 然後那時候就多練了兩個位置 所以直到後面 我也就跟教練提說 不然就是三壘我也去練 二壘我也去練這樣 就是 導致說現在 雖然是熟能生巧吧 那你內心深處 你最喜歡 走哪裡 游擊 真的嗎 還是喜歡守的 真的喔 其實對 游擊的渴望真的蠻高的 因為 我其實非常喜歡游擊守這個位置 對 喜歡的原因是什麽 喜歡的原因 其實當初我會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人家告訴我說 我太高我沒辦法守 對 那 我是一個很喜歡 我是一個機不得的人 就是可能會被 就感覺好像被受挑戰的 那我就會想盡辦法去努力 搶一下這個位置這樣 那大學的時候 我就 我就守了游擊兩年 然後出來選秀 那當時我的心裡就覺得說 嗯 我是可以守游擊 因為我在 就是在 球隊還蠻穩定的 在游擊這塊 就是很喜歡守游擊 那游擊守的部分有沒有 喜歡的偶像 喜歡的偶像我就會 其實都是偶像 其實正宇也是我偶像 嗯 領導啊 大檸檬的選手 吉特啊 其實都是偶像 但是就是 覺得吉特還蠻 蠻棒的 所以你會學他嗎 因為他的身材 會學他 會學他 但是因為 他的身材就是 身高跟我蠻像的 對 因為他190 189 所以我就覺得 他可以守游擊 為什麼不行這樣 就是他的移動 就是沒有 沒有到不好 我的移動也沒有到不好 就是我會 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 怎麼沒辦法 升任他這個位置 嗯 但現在 現在還是會報紙者 我可以守游擊 但是 但更多的報紙者是說 還有什麼位子 可以讓我守 我都可以去嘗試這樣 還有嗎 還有外野啊 今年 去年 都加戀外野 所以今年 加戀外野那個 企圖性又更強烈 因為大家都 就是蠻擠的嘛 嗯 這樣子我就很好奇一個 狀態 就是說 基本上手被位置換 他是 我不知道 以傳統觀念 不太會去換 除非你被擠壓了 就位置被擠壓 就有人進來了 然後你會去做協調 可是其實基本上 不太會去換位置 可是反而你會去想要挑戰各個位置 你想要變得更全能 還是你有什麼樣的一個目標 我會想要朝工具人前進 就是 主要就是我可以把 打擊打出來之後 教練就會覺得很安心 因為我什麼位子都可以守 所以我會 我會想要當一個教練很好用的活旗 就是朝這個方向前進 因為 我有聽家人聊過就是 為什麼會是拿我來守全面這樣 而不是 誰誰誰可以去守 可以去守外野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是我 因為 我聽到的是 報告是寫說 我的運動能力算好 就是算還蠻高的 中高等級的 所以 可以讓我去嘗試 更多的東西 應該是說 你學各個位置的能力 應該都會比較快一點 對對會比較快一點 但就是說 欸 怎麼再更細膩 這才是一個 職棒選手 該有的東西 那時候 那時候要來選秀的時候 因為你那時候是 也是很想要守遊擊嘛 有沒有很想要被統一師隊選到 其實都有聽到一些消息啊 就是 那時候 19年的時候 富邦統一兄弟 衛權 他們都有 打電話說 前三人會把你挑走 可能 可能我們會把你挑走 我大概都聽到 所以 我的期望就是 就是前三輪嘛 那 我的想法就是 我可以守遊擊 那 就是看哪一隊可以挑到我 那就是很慶幸 就是被衛權挑到 然後 當下我也覺得說 喔 是 可以進去守遊擊 結果在下一個 選真傳生 我就覺得 欸 那就是一個競爭對手 這樣子 對對對 可是因為我對於 譬如說 遊擊手的部分 他其實工作量蠻大的 就說在一般的比賽來講 他工作量是蠻大的 所以說以現狀來說 反而你喜歡更忙的感覺 我希望可以忙 很忙 真的是可以讓我忙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會變成你在訓練上 因為剛剛稍早有在提到說 你有在增肌嘛 然後 那你在訓練上 有沒有什麼比較不同的 或是去年跟今年 有增加了什麼樣的訓練的項目 不同的點喔 應該就是 主要還是維持那個力量嘛 因為其實去年 有吃到那個量 有肌力有到那個量 可是我後續沒有保持 就沒有一個維持的動作 所以很快就掉下來 嗯 但近期就是一直在維持 一直在維持 然後加上 手臂訓練更多 嗯 就是我內的手彎 我要衝到外野 去跟外野一起練 那外野手彎 我可能要再找 張建民教練 火哥 或是笑儀 然後再給我加強一些 外野的觀念 或是外野的 東西這樣 可以讓我更迅速的 達到一個 外野手合格的門檻這樣 嗯 所以目前還沒有合格 目前是合格 但就是說 只是看說 看他們 什麼時候啦 看他們什麼時候 對我覺得 我可能還沒有給到他們 他們很有信心的感覺 所以我會 就是更加強更多事情 嗯 因為你們外野手 人也不少欸 對我們 我們今年外野手 大家都 真的人不少 就是笑成嘛 又民今年也起來 嗯 品結 天性就不用講 天性一定是 很正常的就是 所以 所以我們外野手帶了五個 四五個的話 就如果再多加我一個的話 會給家人更保險 因為我內外野都可以守 嗯 所以 我還蠻慶幸有這個位置 所以說如果 譬如說一整年 都一直會有出賽的機會 但是 可能每天上去要守 不一樣的位置 這對你來講 會不會有困擾 我覺得近期 也沒有到困擾 但我覺得 能夠上場就是 可以幫助球隊的一個機會 嗯 即便是帶跑 帶跑也算一個場上場 即便是帶手 就是也可以幫助球隊 手下每顆球 用跑的也可以贏得比賽 但打擊的話 就是看有沒有那個機會在 對我還是 對自己還是很有自信 還是很有信心 嗯 在攻擊這塊 因為其實去年 大聯盟開始 有金手套獎 有頒給工具人這個角色 像金合成就拿到那個 金手套獎 對啊 所以你應該也是 想要朝他這樣類似的角色 可能有一個 比較固定一點的位置 但是其他位置都可以守這樣子 盡量是可以這樣 對啊 其實工具人有好有壞 不好的話就會變成 你看看沒辦法上場 但就是 誰受傷你可以過去這樣 但如果好的話就是一個火旗 像德龍學長 他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力 他也是一個 我朝著 他也是一個目標啦 就我覺得 我也可以像他一樣這樣 但是回歸到正題 應該還是 你必須靠打擊這件事情上 對 這件事情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自己就是等待 一個chance嘛 就是主要還是 有沒有那個機會讓我去展現 主要我練習還是 就是很正確的就是 去做我該做的事情 打擊我就是練習 練到後面真的蠻有自信 覺得 還蠻 對自己的能力還蠻高的 期望子還蠻高的 所以 上場打擊會覺得 我沒有什麼在怕這樣 但即便是 三陣啊還是什麼 會趕快盡快的去看 說欸有什麼問題什麼缺點這樣 嗯嗯 上場前沒有什麼 呃 怎麼講迷信的東西 比如說你要有一些儀式感啊 還是 你的手套不能怎麼樣啊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沒有欸我其實沒有這個迷信 主要就是自己可能會禱告吧 會禱告 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 是是 那就是禱告一下 然後拿起球具的時候就會 走到位置的時候 這個過程中就會 可能跟他們講點話 也說欸今天要比賽囉 或是今天可能沒有比賽 但是我們還是要準備好 這種會跟他們講點什麼 即便是你們打不好 即便是我打不好 就是我們還是一起這樣 嗯 你是跟隊友講嗎 跟球棒 喔跟球棒 跟自己球棒跟自己的手套 有習慣哪個牌子 你都有哪個牌子的球棒 我都用 都用 但近期是用那個啦 FITUS FITUS 對球棒 有在跟你的球具溝通 還是要跟他溝通一下 畢竟 啊但我覺得我的手套是不是 可能聽不懂我講的話 有時候啦 可能是因為日誌的關係 我可能要講日文 可能啦 但我還是照樣去跟他們講 可以用翻譯軟體 可以喔現在很方便 應該用翻譯 對我看維基的時候 我有嚇到 你是戲子國小的喔 對我是戲子國小 幾年幾年之後 是大概多久 12年畢業 12年2012年 對那時候教練是張耀騰 對啊現在還是啊 現在還是啊 因為我就住在旁邊 所以你那時候住戲子喔 沒有我其實基隆出生 喔基隆 所以我那時候 我國小就住宿了 所以禮拜五練完球才會 回去 喔原來如此 我想說哇戲子國小欸 因為張前輩 張前輩他是 他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真的是非常 對 他那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還是可以 很靈活的跟我們一起練習 嗯 但最近啊 他近期好像就是不太行 對 對那 他那時候靈活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手背 就覺得有點 嚇到 嗯嗯嗯 所以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你怎麼可以做到這樣 然後即便是我高中畢業完 嗯嗯嗯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其實 有一點點機會可以出國 對 去就是打球這樣 但是後續沒有前程的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但是那一陣子 我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其實去找了張教練 去請教一下手背的東西 這樣 手背的觀念 但他那時候還是 他那時候已經 過了六年吧 國小畢業過了六年之後 他其實那時候已經有點累了 有点年纪有点长了 但他也是很努力去做出 他可能想要托付给我的东西 其实我还蛮对不起他的 因为我 有欠他钱 不是 我欠他人 因为我已经极力说服我儿子 四年级从长春国小转到戏子 就是要丢进去给他练这样 结果我那个不孝子还是选排球 他现在打排球 怎么会讲那个 他还是 他现在是排球的啦 他专项排球 所以也没有选择 他想说哇我经营棒球 经营到这个地步 这个就最后我儿子全部选排球 有压力哦 对啊没有还好 我觉得小朋友喜欢就好了 他就很快乐 很快OKOK 那你以前有机会去选择别的运动吗 我其实 我其实国小什么运动都玩 我是田径啊篮球 跳舞 反正我什么都 我现在算是就是很多运动我可以很快就上手 对那当初我爸妈都是运动员 他们都是田径 我爸是十项我妈是七项 对那当初我在选择运动的时候 我爸妈就说你可能要选一个运动 如果你真的要走运动 你可能要选一个专项来练习 大概在四年级的时候 我就说那我来跑田径这样 他们就说那时候那个年代田径可能还没有那么盛行 他们就觉得田径就是近期在那个年代可能没办法有 展露的机会 所以他们就说不要练这样 毕竟他们也是田径选手这样 那我就说那我打篮球这样 那我国小那时候又比较矮小一点 我小时差不多140公分这样 那我那时候我爸妈就说 那么矮你不要打篮球 然后我就觉得蛮受伤 我说好吧那我打棒球 然后隔天我就转到戏子 我就隔天马上就转到戏子 结果后来想想我就觉得 我爸妈应该已经想好 已经帮我想好要干嘛 就是就用这种方式故意让我 引导式 对引导式的 我怎么引导不了我儿子 我当初没讲我要打排球 如果讲我要打排球的话 我爸可能会讲个什么 排球可能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这种 我是相反欸 因为我老婆他不太喜欢棒球 就是他觉得这个环境是很脏的 那你要解释什么很脏 环境很脏 对就有红土啊 红是脏乱不是很脏 晒太阳什么之类 就是真的裤子真的很难刷 对然后他就跟我儿子讲说 打篮球多好 打排球多好 那吹冷到时候未来比赛 都室内吹冷气这样子 哦就就就选排球 很棒欸 这种好棒哦 可是没办法 因为台湾 可是我还是觉得台湾 现在目前第一个能够 算是顶流 就发展到顶流 职棒都这么没有断过嘛 不像子兰还有断过 对啊 可是相对的你底层从事的人 也多门也少 门也小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应该从事什么运动大概都是一样啊 你要坐到顶尖 你就是要持续 对就是要持续 对啊 你从小就知道你有一天会进入亚集赛嘛 过以国争光 对啊 应该是中华队啦 应该是中华队 我其实国小就想象过 就是说我会穿上中华队衣服来打比赛 但国小没有机会 但国中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那我国中来穿看看啦 我要拼欸 但我国中没有机会 啊我高中的我都要拼看看 我高中没有机会 哈哈哈 奇怪了 好啦我不要吵这个目标前景 我吵职棒前景 结果大学就让我 穿到我第一次中华队 然后又第二次大学是第二次 然后就选到职棒 然后就觉得 诶 那可能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啦 就是不用太强求怎么样 直到去年年底 诶去年的时候听到说 诶总监是我的大学教练 押井赛的总监 那我就觉得 应该有那个默契吧 就是会不会有那个默契在呢 那我也没有很强求的去说 我要打这个比赛 但我就是很努力尽力去拼 能够看到就是看到 但也蛮庆幸有被他选到 就是还蛮高兴 所以说你对国际赛是有喜欢 有这个梦想存在的 我非常就是非常喜欢当果手 就是怎么说我觉得 为国争光是一个运动员 应该做的事情 可以用我的专项来 为台湾打拼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下一个你想要打的国际赛是什么 就年底的12枪 哦 对啊 不管啦 不管是有分什么中华队 我觉得只要是有中华队 我就会很想去全力拼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的荣誉了 就代表国家了吗 对啊 真的因为像那时候跟盛平 就是押警赛的时候 跟盛平聊过 我觉得他每天都像在穿中华队的衣服 因为他是台湾 是从台湾 就是从台湾来的 来美国打球的 我就觉得他 就是我就告诉他这个东西 你是 你不是在穿小卫舌的球衣 你是在穿中华队 所以 就是加油 就是会觉得很眼红 就是说你有这个机会 你真的很棒 你要加油 但就是会带着我的那种力量一起去分 某个程度你也会想旅外吗 会啊 就是 有机会的话 对我都很希望我可以旅外 就是能在国外打球是一个 当然是最好嘛 就是让国外看见 或是能在国外打球 我觉得是一个 球员都应该想做的事情 就不限譬如说 日本韩国美国 不限不限 就能够为国争光都可以 能够就是让人家知道 他是台湾来的选手 不过野手好像要出国的 机会又比较再小一点 真的因为比较难啊 就是 也不是说比较难 但就是 我们人才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 没有那么大 所以 大家都比较 竞争性又非常的强烈 所以 很难很难看出 哪一个选手很好 哪一个选手不好 因为大家都很好 因为台湾人口密度没有 至少没有像日本那么 人口没那么多嘛 所以从事棒球这个 这个人口也没有像日本那么好 之前听到说 台湾现在足球又更盛行 比棒球 我就突然吓到 我就觉得 怎么会 对啊 这个是 其实 没办法 因为 身材来说 打篮球就有点难了嘛 我们要 涨到190 可能 20个人才 不止哦 可能350才一只 1190 一败酒 对啊 可是如果 不限身材的话 棒球 足球 可能都有机会 对啊 足球 梅西也才170嘛 而且其实足球它的场地跟装备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 其实棒球就是比较麻烦 对棒球真的比较麻烦 对而且像五人制足球也是很盛行 非常盛行就是变成像以前斗牛一样 三打三这样开始就一个场地弄好 就是你就会看到有人在那边玩 所以足球你也可以 足球我还蛮喜欢的 蠻锐动的但听说就是好像现在奥运加一个什么五人制棒球 那是Baseball Fight啦 这个我就想要这未来我想探讨啦 我觉得蛮酷因为我我们球队有一个叫邱晨的 哦对对他的弟弟就是五人制国手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我弟要去打亚运 然后我心里想说不可能我们都没有 123是世界的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庆幸可以跟他们对决 因为我那时候对上一个哥伦比亚的头手是一个左头 他好像是养鸡队的农场前十名吧 对然后那时候可以从他手中敲转到我就觉得 我还蛮高兴的这样 而且那时候又是走外也有手艺雷 就是觉得又能够让自己展现出一个很好的价值这样 就哥伦比亚的就是 他也算是一个棒球的一个 对他是一个棒球国家 但是他那个环境有点让我们吓到就是 他就感觉就是会有一台战车出现的那种 哦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巴士前后都有警察维护这样 然后他们没有红绿灯 然后就是就是过就是过这样 然后车子大家也是摩托车啊什么 就是还蛮危险的 但是就是觉得这个经验很棒很酷 对啊 因为一般人是可能比较不会去哥伦比亚旅游啦 因为毕竟他那个可能治安不是那么好 你去过最特别的国家在哪里 我没有去过什么很特别的国家 对光光我大部分都在美国嘛 对 那只有说比如说因为美国也很大嘛 那到处去游戏有一次是 去哪个城市忘记了 就开车开到高通商就导航坏掉 就只好先下一个交流道 就去处理一下导航这样子 下去的时候就用手机稍微Google一下 说这里到底是哪里这样子 就Google一下说 哦这里是这个全美国谋杀率第二名的地方 蛮恐怖的 马上跳上车子把这里锁起来这样子 那时候多钟暑假 我有自己去美国训练 去亚里斯尔纳 然后去训练一个月 然后我们住的饭店 他们那个饭店的人说 尽量十点之后就不要出门 那时候我高中嘛 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觉得就比较皮 然后那时候晚上又肚子饿了 那看下时间已经十点半了 我们想说应该还好 所以绕一个角 就会到一个加油站 那边有一个便利商店 然后我们就用从此赶快去 去买一点东西吃这样 就我们买完东西就抱着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些黑人 然后他们开着车 他们的车是非常破烂 嗯 但是他们就有改装 自己切掉上面的 引擎 不是引擎盖 就是车的盖子 然后就这样开车 然后就是亮着枪这样开车 我们就觉得 蛤 有点恐怖 手动把它变成敞篷 对 就是觉得说 哇 我们两个就躲在树后面 然后就觉得很恐怖 然后过的时候我们再冲刺回去 哇塞 这个真的是人生经验 所以也没买到东西 有买到 有啦 就是已经抱着 而且我们又很怕那个东西很香 就香到那个 那个人的鼻子 他们可能不是觉得香啦 他可能会想说 对想要抢什么东西 我有一个类似经验 我那时候去底特律 突然想要吃炸鸡 Google找了一间炸鸡店 诶 然后就去 就开到 那间店叫做Papai 对最近好像 呃 好像接在台湾 对然后 进去的时候就发现 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内用的 它只能外带 而且它外带的那个柜台 就跟我们当铺一样 是什么柵栏的这样子 然后你要 你点餐点完之后 你要把钱放在它一个转盘 对 你要放进去之后 再把它转进来 对然后 然后再把 那个找的钱跟餐 转出来给你这样子 对 然后然后你 你拿出去外面 那个停车场 也是就是像你说的 类似那样的车子 很破烂的 你也是哇 又用冲的回去车上 太猛了 太猛了 对所以 所以出国是一个 一个 呃 很运气的事情 真的真的 因为我自己有去过一个很特殊的 我叫以色列 嗯 我去以色列 去十天 嗯 什么事都没有 我去特拉维夫 因为我是去他们的国际手 特拉维夫 嗯 不是去那一路撒冷 不是一路撒冷 那特拉维夫 就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还遇到他们 一年一次的那个 好像什么 呃 灾戒日嘛 嗯 一整天不能吃东西 我还遇到 我就躺在大马路上 对 我拍一张照片 就他们不能开车 不能吃东西 好 然后你只能走路 就那一天吗 就那一天 24小时 对 然后隔一天他那个钟 响了才能吃东西 对 就去那一刻 可是跟你们的经验完全不能比 因为我是去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可是以色列是在打仗的哦 他那个时候 我是那时候去 他们其实在业务上 还是在打仗 所以我那时候是去工作嘛 然后他们 我每个家人都很害怕 啊你保险买了没 你现在可以再去啊 现在再去 会被冲军 对对对 有可能 对啊他们那边 诶他真的 每个人看起来都很fit 就是都很阳光 然后都很精壮 就很爱运动 然后走 你大概走了大概 五六个街口 就到海滩 然后就是在那边 整批都是在那边玩 对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国家 所以其实以哪么个性来讲 应该会蛮喜欢出国的 我会蛮喜欢出国 就是我蛮喜欢跟羊将沟通聊天 就是他们 对啊很喜欢他们的文化 那应该纽约还蛮适合的 纽约 那你都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今天吃什么啊 今天感觉如何啊 然后主要也是聊球场上的事情嘛 那有时候可能会聊到 他们对我们台湾打者的看法怎么样 嗯 对我那时候跟瑞欧聊到 他觉得我们打者跟 我就问他说就是 台湾打者跟美国打者怎么样 是有什么不同 他就说台湾打者太聪明了 那我当下我就觉得 所以我很聪明吗 有被称赞的感觉 其实我上次不知道忘记是跟谁聊 他们其实意思其实是说 台湾的打者真的是还蛮强的 嗯 对就是好像都欠缺投手这一块 对 真的他们就觉得说台湾 国外打者可能直球三球 那可能他们就是回到一球 嗯 但没有回到就没回到 但是台湾 瑞欧就讲到界限 安可 嗯 然后 然后 就要像一些缠斗能力比较好的 像林利亚那种 他就觉得 可以让我丢那么多颗球 就很难解决 对 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让我丢那么多颗球 然后那一次聊天完他就觉得 他已经有一个 对台湾有一个想法 就是对台湾打者已经有一个想法了 就他大概知道怎么对付了这样 殊不知他 讲完那一次的过几场 他尽量就是9球10球11球就结束那一局 我就觉得 嗯 他是一个很很强的一个投手 所以他也是找到他的办法 对他找到一个办法 对 所以觉得很酷 相信他这样一个外籍球员找到 可能 未来国际赛在国在面对也是蛮危险的 但是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 好我们讲完球场上的事情了 我们来看一下球场之外 为什么那么喜欢唱歌 为什么那么喜欢唱歌 因为可能就是本身原住民 那原住民会喜欢唱歌 第一点就是因为风年纪 大家对风年纪的歌谣啊 其实就是会一直很喜欢去唱 那我们也 加上我们自己又会本身会讲母语 所以就会 对于音调又会抓得蛮准 嗯 绝对音感吗 也不算绝对音感 但就是会 还没有到 但我大概可以懂一些音乐 这样 那加上姐姐又是歌手 哥哥也会唱歌 然后加上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在教会会唱一些诗歌啊 就从小就开始自然而然 就会觉得唱歌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所以就是从小就一个在这个环境里面 每天几乎都在唱歌 每天几乎 真的是每天 然后每个人都在唱歌这样 对 每个人在唱大家都在比 所以你的吉他也是自学啊 对我就是小时候 我一直摸嘛 就是无聊就弹弹弹弹 我慢慢发现 诶这个好像还蛮简单 嗯 所以你是自学而来 对自学而来 高中吧 高中我们那时候住宿 没有人敢带吉他 但我好像觉得 我好像想可以带一下 那我就带过去之后 大家都带自己的吉他来 所以才发现 哦原来大家都会弹吉他 所以大家慢慢交流 所以我们那个棒球队差一点 变成那个吉他社 没有啊 像现在的黑豹棋啊 黑豹棋 所以我发现每一个学习 几乎每个学校都会带一个鼓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唱的歌都很有趣 都是我们我妈妈年代 甚至我们那个年代的歌耶 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部落其实 讲到部落就是 以前的 以前在部落生活就是 你要唱歌的话 你可能要去卡拉OK啊 或什么就是投币式的 对 那投币式那时候 最流行的歌应该就是什么 刘文贞的迟到啊 或是张正月的爱我别走 对啊真的啊 所以那时候我们能听的歌就是 一些老歌 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其实都会喜欢听老歌 其实有时候新歌听出来我们会觉得 诶这是什么歌这样 对 所以那时候那些也是必学的金曲就对 必学金曲 嗯对 他们就带一个像箱子一样的鼓 对然后他们就 对就坐在上面 然后就一定会有一个 而且这是要传承的喔 这是学校要传承给学弟的喔 对啊 这是一个 这也算是一个特殊文化啦 知识有一个文化啦 知识有一个文化啦 蛮像一个现在的文化 如果你看黑豹期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学校都会做这件事 对 而且几乎都是中上以上 中上以上等级的强校 对啊都会做这件事 所以他们都蛮自在的 其实搭起来也会蛮开心的我觉得 不过你小时候 你不是小时候就住在基隆 对 但是你还有去参加过封链鸡 我 我一直到 大学 我一直到进职棒 我都有参加封链链链 等于每年都会 就是每年 就是大概在八月的时候 那其实算是暑假 那暑假有时候 学校可以请假嘛 就是可能五六日 我们真的请礼拜五 六日就是没有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有办法去回去参加 但进职棒之后就是没办法 就是 就是比赛了 对就是比赛 这就是工作 我们没办法请假 所以只好看着 有时候姐姐传的影片 或是隔二传的影片 在逢年季那时候 看一下 回味一下这样 但直到过年 过年跟修赛季 才有办法回到部落的时候 那一刻的时候才会 才会想尽办法跟部落的人 再更多的交流 然后跟一起唱歌 因为我知道有些像就是 他可能已经当歌手了 他原住民的 他可能已经当歌手了 知名歌手了 那封年季他们好像都还是会回去 对一定的 就是封年季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 还蛮深圳的东西吧 就是用来告诉就是上天说 诶我们今年的丰收 我们今年做了什么 我们拿到什么 我们得到了好多东西 要跟你分享 嗯 那种的概念 也是一个感谢的一个概念 对也是一个感谢 那目前那个 你自己有个YouTube的频道 歌唱频道 是吗 纯歌唱嘛对不对 现在算是纯歌唱 诶纯歌唱嘛 没有我有拍一部很好笑的影片 那你对这个频道 有没有什么期许 还是就是for fun好玩而已 我其实期许哦 我其实 诶 主要还是 其实这个当初会设计的频道是让我 能够留下我自己唱歌的东西 就是我可能自己会听一下自己唱歌的东西 然后就放上去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频道后面我也会觉得说 诶好像可以 用来告诉大家 诶我们 我们都频道在做什么啊 球员在干嘛 或是介绍 有关于我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这种 嗯 对啊我觉得这样很特别 对啊 因为其实不是每个球员都会这么做 对啊 那你的歌单怎么选择 我其实 想到就唱诶 有感就是 就是去录 对啊 因为我有一个 Apple的电脑 然后里面就是 quatch band 对 然后 我就是用 用它来做音乐 那很多设备都是 姐姐可能不要的 或是 我跟姐姐 我问姐姐 然后我去买的 这种 很多设备 我觉得还蛮棒的 是很厉害 因为它其实还是要有一点 有点像组合啊 因为你要有个概念 对啊 你比如说先录一段吉他嘛 嗯 然后Vocal嘛 然后你可能会加 你鼓是自己打 还是用 用内建的鼓点 有时候自己打 有时候 内建的鼓点 打完之后 诶好像自己可以再加点什么 所以你家有电子鼓还是 没有一样是键盘 键盘 哦 厉害厉害 对啊 那看起来真的 15大概15 20年后 职棒退役之后 就有 不怕没有工作 不 不看 我每年累积50首歌 10年就有500首了 对 那如果我们有办 一个企划是 歌唱大赛 你会参加吗 可以哦 真的齁 但是要等休赛期 当然了 现在哪有空 对啊 现在没有空 所以你一定要唱歌 报名第一个就对了 我可以 可以 那你觉得以现状来说 整个中华职棒六队里面 哪一个人可以跟你拼 你有没有 不是球技哦 歌技 歌技是可以跟你批敌的 讲到这个真的 其实 对 我开始唱歌之后 大家也就觉得 诶我可以唱这样 所以陆续发现 我就发现蛮多歌手 也在职棒群 泳真啊 林立啊 还有吉利啊 很多耶 大家都很会唱 所以我就觉得 我其实有想过就是我自己 可能写一首歌 就攸关于棒球的歌 然后让就是各队的人来唱 没有我觉得 那这个不错 这个idea很好耶 我可能要结合工艺啦 对要结合工艺 结合工艺 它会比较有渲染力 主要是看 用什么结合来 结合什么工艺在 因为之前都是什么 就是 萨斯啊 地震啊 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 不要写这个不较好 反而我觉得是 棒球 对棒球 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把这件事 譬如说 我觉得很好 12强就可以啦 对啊 写一个 你加油歌嘛 12强加油歌 我觉得还不错啊 我觉得还蛮棒的 对 我努力一下 我先努力 我先努力 球技章 期待期待 那今天其实差不多了 对 很感谢南某一啊 然后 有机会让我们这个 更近 因为之前 合照过 没有 没有聊过天 但第一次有机会跟你聊天 对啊 我们 那个合照的时候 另外一个成员在那边 我们是四个人 那时候跟另外一位 对对我们 我等一下拿照片给你 对对对 等一下 合照的人太多 太多了啦 对对对 没有我是会有印象啊 对对对对 不过那个蛮久的 算疫情尾还疫情中的时候 对 很感谢今天这个 激临我们本节目 这样子 谢谢谢谢 对好 那今天的野球Radio 就感谢大家的收听 影像部分也会在YouTube播出 然后也会在各大的Podcast平台上架 那记得关注我们 最终订阅按赞分享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OK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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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